据台湾媒体报道,内地女性Angela Baby以模特身份出道后受到瞩目,之后转载演艺圈甜美模样获得观众喜爱,堪称是内地现金最热门的女艺人。 7月3号,由外媒报道称,有大陆服装许语2014年8月在下奥币370万元,约人民币1845万元终结费。 请原交机构帮忙约梅根·福克斯、辣摩·坎蒂斯·史旺波和Angela Baby等知名女性见面。 为了取得VIP待遇,他还另外缴了澳币2.4万元,约人民币12万元汇费。 对方也答应会提供国际知名女星作为他出席活动的女伴,还外加信服务。 许语在将巨额费用之后,于2014年9月向色情中介点名要件Angela Baby,而对方以女星形成满党为由拒绝。 后来近两年的时间,他没有成功和任何一名女星见当面,由此他气得提起诉讼,以违反合约由误导欺骗之嫌控告中介公司。 除了要求该公司退还你讲出的汇费之外,另外索取澳币372.4万元,约人民币1857万元的赔偿。